在博彩业合法的澳门 新米华为何还会因开设赌场而被捕 只能说他的商业模式 已经完全背离了合法途径 1988年 蝶马仔出身的赌王何红森 将蝶马仔机制正式推进了澳门赌场 这些蝶马仔就是中间商 他们不光介绍人来玩 还会刺激客人消费 据统计 澳门博彩业的业绩 百分之趋势来自蝶马仔 而蝶马仔拿大的佣金 也高达百分之四十 八十年代的澳门 黑暗势力庞大且复杂 在黑社会涌入赌场之后 蝶牙鞠拔的头筹 成为了头号蝶马仔 而新米华也只是蝶牙鞠的一个小弟 后来蝶牙鞠树打招风 为了保命他受高人折点 以退为敬 他主动自首 盘了十三年十个月 在蝶牙鞠进去的这些年 新米华勤举坦间 让蝶牙鞠感受到了这个小伙子的孝心 借助蝶牙鞠的人脉 新米华很快赚了三千万的启动资金 并达上了四台梁安琪 有钱有人的新米华 就此成为了新的澳门蝶马仔大佬 他承拔了四台的大部分赌厅 钱滚钱下 他还创立了太阳城集团 业务除了博彩 还包括旅游 电影制作 餐饮 金融等 大伙的《湄公河行动》 《澳门风云》 《扫多》等电影 都能看到太阳城的身影 只手遮天 贝力熏心的新米华还要搞漂达的 2016年 他在菲律宾等地 开设网络涉赌平台 不仅组织跨境参与 还利用非法钱庄等不正当的渠道 为赌客提供资金结算服务 甚至这其中 不免有高利贷 非法追债等行为 2019年8月 新米华东窗事发 经过两年的证据搜寻 官方发布了最终通告 他网站吸纳了中国会员8万余人 涉案机构 官方也只能用特别巨大四个字来描述 从发布的案情通报来说 新米华的涉案行为 已经达到了开设赌场最清洁严重的标准 他26日被批准逮捕 27日一大早 就被澳门特局双手奉上 他自己进去不要紧 要命的是 他身后的这一系列蝴蝶效应 娱乐圈大佬也因此被牵连了好几位 比如曾经陷入洗钱风波的周冬雨 被顺藤摸刮的太阳川河 以及只有太阳能黑的古天乐 虽然太阳娱乐投资过了 所有的一线明星 但是古天乐却是他合作最久的 光是影片 就是一部之多 除此之外 古天乐还曾是太阳城集团的形象代言人 西米嫂更是古天乐的粉丝 西米华也常以香港古天乐而自居 虽然不知道这两人底下 有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 但是 西米华夫妇的故事 那可是各大媒体的八卦头条 陪西米华一路从寂寂无名到商业大鳄 西米嫂掏心掏肺 欧心里血 陈惠玲也不是什么大小姐 没有什么家族力量 所以小马仔上位绝非一世 在陈惠玲之前 西米华有过太太 也有儿子 所以外界传言 陈惠玲是小三上位 不过 不大可能 因为当时的西米华 只是崩雅区手下 未长大的小马仔 他没有权势 顶多是个会耍手段的 聪明小混混 而陈惠玲却是个 手握多位大佬联系方式的 责身保险经纪人 和常年混街头的 不一样 陈惠玲认识的 都是有钱大佬 打官鬼人 因为专业性强 虽表现的还大多都 不卑不亢 西米华是个有野心的人 在他眼里 陈惠玲这样的女人 必然会成为他的贤内助 慢慢坠起后 怀孕的陈惠玲 被收入了战好 他有着强大的关系网 还有着很强的 谈判推销能力 一些不方便 西米华出面的事 就由他来解决 比如西米华 接受四大生意背后 陈惠玲就为维系关系 跑前跑后的忙活了不少 接触天时地利人和 他们飞速崛起 06年成立太阳村集团 07年就成功上市 但陈惠玲 接连投资了房产金融高级餐厅 等一系列实业 等到太阳村集团产业全面开化后 陈惠玲踩工程升退 将重心放在家庭上 女家人打理起家庭 也是如鱼得水 前妻儿子周博豪和他 关系密切 在周博豪的社交平台上 总会看到他和陈惠玲的贴面合照 此外 周博豪和同父异母的妹妹 也相处得极好 在这个家里 上到老爷子 下到小孩子 没有人不喜欢陈惠玲的 所以老爷子也就放话说 只认陈惠玲一人 之所以说这句话 是因为陈惠玲的退出 给了不少人往上扑的机会 陈惠玲迷离案里 给西米华挡过不少桃花 但西米华到底是不忠用 被一个叫刘碧莉的模特 迷得颠三倒四 刘碧莉和那些音艳艳也不同 她一开始的目标 就是周太太这个位置 为了当上周太太 她明着案里搞事情 和陈惠玲肉眼可见的 针锋相对 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及其 她怀孕逼宫五年生三胎 让酒精商场 徒手帮丈夫建立起来 商业帝国的原配女强人 都差点缴械投降 当然 这还不算啥 如今她年老色衰 山穷水晋 却又轻松搞来了三亿分手费 全胜而退 更觉得是 哪怕是现在 在百度百科上 刘碧莉的男友 依旧是辛米华 刘碧莉因为长得漂亮 就来试着混娱乐圈 她心头不顺 拍了不少的杂志和广告 都没有激起多大水花 后来她遇到了周星驰 大家一起合作拍了啤酒广告后 刘碧莉才有了知名度 随着越来越往上走 刘碧莉也攒够了 接触辛米华的资本 她甩了不再能为她 拿出好资源的陈柏林 在明知辛米华 是有富之富的情况下 还明目张胆的 勾勾搭搭 204年8月 她们的事被媒体捅破 陈慧玲不以为然 她默默地剖出 婚戒和全家人的照片 但刘碧莉视而不见 还当众充当人柔沙发 并大方承认 她们的确是在发展中 气焰嚣张的直逼正宫 陈慧玲当即就给出了反击 发了一张 自己坐在辛米华大腿上的照片 一个坐下面 一个坐上面 配上陈慧玲微笑挑眉的表情 这场强米大战 由此拉开剧目 陈慧玲晒全家福 刘碧莉就晒辛米华 送给自己的各种 玫瑰华豪宅和奢侈品 陈慧玲也反击晒豪车 并配文 全香港只有一辆的跑车 是全世界只有一个的周泰 但逗来逗去 说到底都是各种 毫无意义的东西 刘碧莉还总占下风 于是她消停了一阵 憋了个大招 她故意急匆匆 连心理都没放下 就被拍到在医院偶托的画面 随后还心急地 晒出自己的瑜伽照片 来否认怀孕 这绿茶伎俩 瞒得过吃瓜网友 可瞒不过陈慧玲 陈慧玲借小餐春风 大方地公布了 自己怀孕的喜讯 刘碧莉傻言了 不得不承认 怀孕逝时 在怀孕六七个月 刘碧莉运毒一直不明显 被媒体说滑胎 陈慧玲见词 直接晒出运毒罩 刘碧莉也顺势反讽 我可不穿叉叉也有吗 拜托你减减肥吧 有这种身材 简直可悲 气得陈慧玲直接发问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两人斗来斗去 刘碧莉又放了大招 在5月20号这一天 刘碧莉去医院剖妇产了个孩子 给西米华当礼物 本以为能扬眉吐气 没想到陈慧玲也是个狠人 5月30号是西米华的生日 陈慧玲也如法炮制 给西米华来了一个这样的礼物 看着老婆亲人这般水火不容 西米华也左右为难 她索性将刘碧莉连同孩子 一起送到了大洋边的伦敦 而自己则每周就辛苦一点 来回飞马 如果未来就这样 那也就算了 可刘碧莉根本就不是善茶 要让她这辈子这么过 她可不乐意 总有一天 她会回去 高调且幸福 果不其然 在她的筹划下 新闻铺天盖地 都是西米华高调节肌 刘碧莉的画面 随后不久 刘碧莉怀了二胎 看到这不中用的男人 陈慧玲怒火中烧 拜拜就拜拜 下一个更乖 她将签了次的离婚协议 给了西米华 并带着两个女儿 搬出了周家 结果西米华却不肯签字 他们的亿万财富不能分割 他们的商业低谷 也不能分分离心 为了挽回陈慧玲 在朋友生日眼上 搂住陈慧玲高唱 爱我别走 还高调管弦说 自己只有一个周太太 陈慧玲在挣扎中 踩得西米华惨叫 但是嘴上去海甜言蜜语 说她穿高跟鞋危险 陈慧玲被感动 慢慢松了口 西米华赶紧将刘碧莉 送回了伦敦 还给了她一套庄园 几个公司 并答应时不时去英国 对她亲亲抱抱举高高 以来让她保证不再作妖 刘碧莉表面答应 可心里还是不服 在英国生下第三个孩子时 她特意选择了 陈慧玲生日这天公开 西米华有些头疼 心想 我他妈都快筋分 你能不能消停 但也无奈 你总不能对着一个产妇 大喊大叫吧 慢慢的两头跑 两头哄 两头撒进的西米华撑不住了 她用三个一分手 瞧着刘碧莉走 这下那些送出去的 也都不要了 分手后刘碧莉发现自己怀了第四胎 她仍然选择生下了孩子 陈慧玲也大方表示 同意西米华照顾孩子 所以在西米华今年过46岁生日的时候 她和妻子大兄爱 一家无口齐齐整整 而刘碧莉一家不见踪影 虽然算是个好的结局 但是随着西米华的进去 这好不容易维持的表面平静 也将被打破 看来这不义之才的确是不好花呀 只能说不是不报 是后未到吧